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每月最愛 應該是每半年最愛 我也有半年沒有拍這些 這一批全部都是我選擇出來我最喜歡的化妝品 護膚品之類的東西 沒有什麼日常用品 主要是說護膚品和化妝品 先說護膚品 護膚品開始我全部都轉了 因為皮膚開始很敏感 起了很多暗粒 可能一轉天氣就會立即敏感 又紅又痕 但一勾就出塵 所以全部都轉了敏感性肌膚用的 因為皮膚品和洗面膏都轉了 先說一下洗面膏 因為前天我才在韓國回來的 之前已經搜羅了一些敏感肌膚適合用的霜霜 洗面膏就買了這個 這個就是Etude House的Soon Jung的洗面膏 它是泵妝泡 溫和成份 它是PH6.5的洗面膏 這裡寫了6.5 PH6.5就是比較弱一點的酸性洗面膏 對皮膚不會刺激 溫和和保濕不會乾的 有些洗面膏用完會很乾的 讓你感覺到很乾淨 其實不一定的 但這些比較溫和的 就適合我這些皮膚敏感皮膚用的 或者冬天的話 已經很乾了 然後用一些比較溫和保濕的洗面膏 這些都是好的選擇 而且價錢不貴 不用100元一枝 另外買了在韓國的牌子 APIEU的牌子 算是新牌子 而且它的東西真的很便宜 就買了多少東西 買了兩張長蛋 這麼長 它的東西很便宜 我買了25加8 33樣東西 都是 買了26萬瓦 有些是同款的 買了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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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全部都是很便宜 Cream 和Lotion 都不會過港幣100元 除非一些很高級的護膚品 但它普遍都不會過港幣100元 它最有名的就是Cream 算是舊款 它有四種顏色 我買了這三種顏色 因為黃綠紅 但它有藍色 我沒有什麼用 所以就不買了 說了黃色 黃色是比較新款 它叫做 HAMALUS CREAM 我不會讀它的名字很複雜 就是這個 這個Cream 這個Cream是新款 一支應該 我忘記了多少錢 一定不用說到100元 我買了50ml 就這麼大支 這個是乳狀 黃色的就是 這支是修毛孔 舒緩 改善毛孔 最主要是毛孔作用 這支最主要是買給男朋友 有時候毛孔大的話 可以用一下 就是這樣包裝 它裏面有77%的 是金柳梅成份 是修毛孔 和舒緩皮膚 抗菌是最好的 可能生了一些 暗粒 豆豆的話 用這個就最方便 最好 另一個紅色的包裝 這個 它其實最主要是 做一些美白的成份 美白這個叫 C Buc 不知道是什麼 Cream 美白的成份 主要功效是美白 全部都是沒有加工 沒有那些香料的 這樣裝 又是不用70 不用100元港幣 其實它主要都是維他命C 即是美白抗菌 抗氧化 那些最主要功效 我就是因為喜歡它沒有添加劑 而且是舒緩 比較低敏感度的皮膚 都可以用的 所以就買了來試一下 其他那些美白成份的Cream 是很刺激性 或者香料很厲害 這個就是全天然的 另外綠色就是最出名的 我買了三支用的 買了50ml 也是 這是它的黃牌產品 綠色這個叫做 即雪草面相 最主要是補水 去豆 全效的收盈相 就是 全一一 最主要功效 麵 身 都是可以用的 它是這個牌子的大熱款 可能你皮膚生豆豆 或者乾 敏感 用這支Cream 都是非常好 可能有些斑 或者暗瘡豆 用這個都可以的 現在不知是否開始老 然後皮膚 可能這裏我散了粒 瘡 有印 要一個月兩個月才會去到印 所以希望買些東西可以加速消除印的功效 另外也買了它另一條Line的 Purematic B5 Cream B5 B5 Cream 是一支大支妝的 它也是不貴的 不用100元 是很便宜的 這個B5 Cream B5就是很保濕的Cream 它裏面是有4500mg的B5 B5 就是這麼大支 都是一些Lotion妝 來的 慢慢用 這些會 這樣的 大支妝 另一個 就買了一個妝前的finish cream 就是它另一條Line的Soul Boji 的finish cream 其實它是一個妝前箱 妝前面霜 它會令你的妝更貼服 可能你有時 乘了飛機 或者熬了東西 皮膚質素很差的話 你用這個化妝前擦 是會更加貼服 更加上妝 貼臉 就是這樣 它價錢便宜 也是4月50元 這樣 這個是60ml 我買的 其實是 我去到 那些售貨品 你看到我正在買的 然後就推介了我這個 他說這個 是等於日本出名的SK2的神仙水 他說 日本人每個都去到 都 掃這條Line的 Toner Lotion 那我就買了它的Toner Lotion 還有一支 Face Bound 即是濃縮液的膏 我覺得那些太誇張了 我用這個已經可以了 就買了它的Toner Lotion 還有一支霜 那這裏全部是44萬 即是二百多元 七四 二百多元 他說是跟SK2的神仙水一樣 那我就試試看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那都可以的 我是 即是韓國天氣比較乾 我就去了 用這個去上妝 都可以的 就是妝前有敷過 這樣 它裏面是很多大的水珠 那它的Lotion 是這樣的 我很喜歡放進這盒子裡 就是魚白色的 我還沒開始用的 我只用了那兩個 因為現在都是 味道很冷 很冬天 所以就免開了那麼多 來用 這兩個都可以的 是好用的 另外一個超級保濕的霜 就是一個叫做金夢記的 日本霜 包裝是這樣的 這個 就是30ml 這個 寫了日文 其實它是用一個納豆的成分去造成的 就是超級保水、保濕和鎖水的 它是這樣的 白色的 不是那些霜 高狀的 白色的 它可以當底妝用的 它有一點像調色的作用 上面是偏白一點的 其他像Lotion 是透明的 這個就是偏白一點 可能化妝前 塗了一個打底都可以的 可以當作防曬 你看到上面是白了一點的 可能你想裸妝一點 或者保濕 不化其他東西 不是全妝的話 用這個去做保濕 再加一個調色打底都可以的 另外就想說一個台灣牌子 就是EJG的杏仁酸 這個是7%的 就是比較低、平、中等的水平 最高的 好像不知21 一定有30 我忘記了 7%是比較中 或者低級的% 就是這樣包裝的 泵妝的 其實最主要功效 它都是促進你的生層代謝 然後會去角質層 最主要是我 就是會擦耳朵 耳朵有時 我自己家裡用激光屑毛機 那些是經常用的 黑色會很大顆的 有時你用這個去上棉花 然後再抹 持續維持地抹 其實你會顯著 看到它是白了 因為它是恆仁酸的成分 即是恆仁酸的精華 刺激度比較高 皮膚就沒有用 頸、膝蓋、膝蓋、折位的痕 有些黑色素或黑色素 用棉花去抹會有顯著的效果 提亮美白的效果 但因為酸性所以記得皮膚不要用 面部一定不要用 T折位都可以 對於某些人來說 但我就不可以了 因為皮膚比較敏感 另外護膚品呢 講完面膜 在韓國買了一個清潔面膜 是一個賭帽的面膜 買了兩款 一款我男朋友用的 它長得很粒粒 買了一個茶樹的賭帽 Mask給它 是一個震定震 即是溫充 還有一個收毛孔的作用 是這樣的 一個杯 加水溝 然後塗在臉上就可以了 三千多瓶一個 你當是十幾元一個 另外買了一個保濕的 就是質素的 是綠色的 買了兩款 它有些是美白 和抗病的 沒有什麼用 所以最主要就是買這兩個 另外呢 剛剛我9月初去完英國 在LUSH買了幾款的Mask 都是好用的 首先就說了這個 Mask of Magnum Tea 即是它很出名的薄荷綠 那種清潔面膜 這個我買了好像是六十元 六磅多 就是這隻 就是鴨屎綠色的 然後有些磨砂的清潔面膜 就是給黑頭和毛孔的 清潔是非常之好的 其實香港也有賣的 香港也有專門店 不過我在英國買會便宜一點 這隻 Mask of Magnum Tea 另外就買了它那隻 藍莓雪糕的面膜 它是這隻的 它的味道是超香的 然後藍色這隻 它其實最主要都是抗氧化 保濕那些功效的 啡色的 也是 這個比較小 我買了一個清潔 這個碼大 這個碼小的 五個幾 不是五個幾 和六個幾 最後買了它的 算是新出的面膜 叫做Don't Look At Me 其實它最主要都是去角質層 保濕和滋潤的 它裡面是有很少的 好像磨砂粒子 因為其實最主要 Lush的產品是沒有 生物測試的 就很好 就很好 它這裡也有說的 Fighting 生物測試 那這隻Mask 最主要都是 去角質層 涼敷和保濕感 就算是新出的Mask 也很好用的 這個 最後就是泰國的去黑頭產品 其實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這隻 奴匯去黑頭的產品 其實它是一些 一些 很清的水狀的產品 混合它 然後塗在鼻子上 再貼這塊紙 在鼻子上 一撕出來 超多黑頭的 我經常都可以撕到很多 但我男朋友可以整張 都是滿了的 超誇張 就好用 價錢又便宜 不用10元一個 即是一包 我買了幾包回來的 這個很好用的 真的很好用 那護膚品就先說到這裡 因為已經太長了 所以就分兩條片 一條片講護膚品 一條片講化妝品 下一條化妝品片再見 拜拜